煌磅 咱们的奶牛 好几天不下奶了 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 跳舞 你不着急吗 我着急有什么用 我能下奶吗 ler 记奶去 老板 俗弄在记了 ice 奶牛腾得 没 小的呢 怎么会疼呢 十七日记你 你不疼吗 疼呢 苦伴 那怎么了 阿姨哥又来要寨来了 又来要寨来了 老板把我车对你养活 老板 苦伴 阿姨哥 苦伴 阿姨哥 哎呀 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是不是啊 原来越漂亮了 还好久不见呢 昨天还见了呢 昨天见了吧 前天也见了 我知道呢 还钱 钱条上课写得清清楚楚 你在我那儿盯了好几天的羊奶 一共一万你想赖账啊 我赖账 不可能 我什么时候来过这样 他呀 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没给 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我说你这个人 阿姨哥 你是知道的 我苦伴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 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我太了解你了 别人讨厌你身手 别人请客你喝酒 抛钱的时候 你八腿就走 桌上还生一只羊腿 你说拿回家喂狗 到你家一看狗吗 没有 你在那啃着呢 哎呀哎呀 哎呀哎 групп力 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 不能跟狗墙吃的吗 那不可能 就是嘛 你也强不过他呀 我些许要送那一举 我送那一举送那一举去去去去去 哎呦小 lady 请坐 哎呦小 lady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些天妈还我奶牛惊着了 不下奶了 等下奶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哦 我告诉你 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 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太好了 真好我老婆也不在家 福尔巴大哥 喂 喂 怎么了 那个铁笼上的张会计来了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什么呀 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 给我送钱的 送钱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 你脑袋进奶了吗 欠我的钱怎么办 你钱 你 伙伴大哥在家吗 哎呀 这个 哎呀 这是我家的银行干哪子 喂喂喂 密码 想知道密码吗 当然 太好了 来来来来 怎么 那你给我帮个忙 什么忙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 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 不用他管了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 哎这个保险公司 哎 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 哎呀 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 哎 这不是骗人吗 哎 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要 要你就藏起来 我喊你再出来 好 我藏起来 就要去 就要去 喂 大家好 哈哈哈哈 哎呀 张开几根 快放大 董达达 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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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呀 我不能陪你再董达达了 哎 我就十分钟时间 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 那就不用说了 赶回去吧 好嘞 谢谢啊 月 哎 哎 我话还没说呢 啊 你没说吗 啊 没说呢 你坐下来 坐坐坐 来来 你也快点 张开几 你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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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哎呀 哎呀 哎 他呀啊 你看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是你牵着小猫柳 给我们工地上送奶 辛苦了 啊 我不辛苦 他辛苦 哈哈 小猫柳 给张开几 鞠躬 啊 啊 哈哈哈哈 呀 省了 还会鞠躬呢 啊 再来一个 鞠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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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猫柳太可爱了 来 再来握握手 嗯 再握 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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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猫柳刷好啊 好的 省了水果上来啊 好 上去吧 来来来来 张开几 你坐 哎呦 哎呀 太可爱了 是啊 不是吧 大哥啊 哎 你说真对不起了 是啊 我们在这修建阁库铁路 对对对 开山放炮 打隧道 没想到这炮声一响 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 不下奶了 给您造成了损失 喂 谁说的 哎呀 没有的事情 没有的事情 啊 哎呀 你们这个炮想的好的很啊 哎呀 我奶牛高兴的很啊 啊 这个奶都不用急了 不用急 你们狂子想一炮 花的一桶奶 狂狂想两炮 花花两桶奶 哇呀 这个牛奶多得很 多得很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的吗 你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的了 但是这两天您就给我们送的全是养奶 对呀 我下的吗 哦 你下的 谁下的 我我我奶牛下的吗 奶牛怎么能下养奶呢 哎呀 哎呀 师傅来了 哎呀 小块姐 那好 哈哈哈哈 哎呀 哎你来的真好 你给掌块姐说一下 这个奶牛怎么下的养奶 好大老板 嗯 掌块姐 哎 这个奶牛吗 啊 下什么奶 嘿嘿 嘿 养奶 奶牛 怎么能下养奶呢 哎呀 能不能下 下不了扣工资 下 马上下 嗯 嘿嘿嘿 张块姐 你养过牛吗 哦 牛我没养过 哎呀 那就好晚了 哎呀 我跟你说 张块姐啊 啊 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 啊 完全取决于为什么样的饲料 饲料 对吗 哎 你给他喂点羊饲料 啊 花 羊奶 你给他喂点水果 花 果奶 你给他喂点大豆 花 豆奶 你给他喂点醋 花 酸奶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我说咱别编了行吗 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 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 我们经过核算 您的损失大概是一万块钱 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哎哎哎 涨块钱涨块钱涨块钱 哎呀 这个钱不用你给了 啊 哎 有人要赔了 谁给你赔啊 哎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欢迎保险公司 来了 classy 哈哈 保险公司 爱哭啦 保险公司 嗯 什么 直接 Voulo 张块钱 哈哈哈 保险公司 你好保险公司 啊 你是保险公司 我是保险公司 压扮 保险公司 听说你金著啦 不下奶了 对 我不下奶了 我下什么奶吗 我奶牛经常不下奶了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 哎呀 你看这个保险公司 我爸说就辛苦了 哎呀 谢谢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 不错 非常好 你这个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你俩先别客气 妹子来 我问问你啊 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人寿保险 奶牛 对呀 我库尔班是人 奶牛是瘦 人寿保险嘛 对嘛 对嘛 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保啥 保额 他保的是牛 不是额 他们家不养额 你也是 行了行了 保险公司 你不要说话 你坐哈吧你 赶快去你请坐 你抓紧吧 好好好 我们抓紧时间 来来来 你坐哈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第二项了 第二项 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好嘞 我没带钱 他没带钱 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我说过来要钱的 我带什么钱吗 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哦 卡 给 我的卡又回来了 保险公司给卡了 行了 保险公司你走吧 好的 我走了 走了 呀 我跟你说什么关系呀 现在她是保险公司干 你 这个莫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钱没到手 我不能走 哎呀 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 我后面再想到 哎呀 我打哄了 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你是奶洋厂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 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 牛 大哥阿嘎 妹子 大家好 来啦 快吧阿嘎 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 我没时间了 我得赶回去了 味还回不来了 来拿着 张开机 这都是小事吧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 我们领导说的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 我老婆说的 你老 库尔巴 刚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 再见 我有事了 我点出发 这个钱不对 我怎么不对 一万正好 把钱给我给我 库尔巴大哥 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 那咱得好好算算 差多少 我再补给你 你非要算一算吗 那咱也算清楚了 好啊 好 今天我库尔巴 就给你好好地算一算 沙包中 你们用胸膛 为我们牧名 筑起了挡风墙 风雪中 你们保护了 我们的牛和羊 地震中 你们救过我们的命 正好给我们盖了 抗争安静房 我受伤的时候 是你们汉子兄弟 为我输的血 我库尔巴 身上流着 我们汉子兄弟的血 可是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这个汉子兄弟是谁 你算算 我昆盘这条命 是多少钱呢 昆盘大哥 你看您说的 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那咱各民族兄弟 就像石榴子一样 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说得对吗 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 你还这个要是干啥呢 他要是亲兄弟 他得名算账 哎呀 好 昆盘大哥 我们上级有规定 凡是因为施工 给群众造成了损失 那必须得赔偿的 你们上级有规定 我们违往所有规矩 但是对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欠我一万 哎呦 哎呦 阿姨姑娘 那个欠我会给你 张会计 给他赔偿一万 这么一万吗 好 欠条 哎哎哎哎哎 杨奶的钱我不要了 我们之前不就挺账了吗 哎 对吗 挺着了吗 不是 这两位是 一万块将你拿上 咚噹噹噹噹噹 哎呀 你走吧 咚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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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哎呀 哎呀 坏了 哎哎 哎 你怎么了 你也紧着了吗 我什么紧着了啊 我这光顾说话了 这工地上还有事了 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 哎呀 怎么办啊 张会计 张会计 你不要着急 我这地方旅车有呢 我的旅跑得快的 我给你套个旅车 太好了 哎 太阳太阳 哎 老爸 啊 这是人 奶牛下什么呢 旅奶吗 你养过驴吗 行了 怎么了 人家都知道了 妹子 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 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是啊 哎呀 我的妈呀 那羊奶简直太难 啥 太好喝 哦 好 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没问题 那你拿着 这是以后的订金 保证供应 那我走了啊 哎 张会计 库尔班还要送你 噓 我是开着鸡骨车来的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张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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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张会计人呢 行了 行了 上当了 人家开着鸡骨车过来的 走了 啊 啊 哎呦姑娘 怎么了 老板把钱给你了 什么老板 张会计给的 下一回直接从我这儿订羊奶 顶巾 啊 哎呦姑娘 哎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没问题 他们隧道打图了 到下一个点去了 走啦 哦 那这个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赶快朝近路追啊 好好 小学们 追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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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 过年好 好 好 今天啊 是大年三十 老话说得好 过了三十 是初一 没错 今年又是鸡年 老话说得好 落毛的疯狂 不如鸡呀 哈哈哈哈 啊 小飞 小飞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 你就别说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哈哈哈哈 小飞 回家 啊 跟叔叔阿姨商量的事儿呢 怎么着 家里有条件呢 啊 再要一个 哎 那我呢 埋了吧 埋了 你能不能给大伙 营造出一种 你有脑子的假象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不说话 不脑 行 我姥姥说得没错 嗯 宁跟明白人打顿价 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哎 我姥姥说得也没错 有些人啊 就是三天不打 他上房接瓦 老话说 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老话说 你就是得便宜卖规 老话说 好男不跟女斗 老话说 金国不让虚美 我男的我女的我 啊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我姥姥说的话 就叫老话 你姥姥说的话 油线超油线超 怎么着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的话 啊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哎呀 高小潘呀高小潘 嗯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 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行 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你来呀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往这儿一站 那叫大家归秀 哼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往这儿一站 那叫大家归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清国清城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以天屠龙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是个大美人 怎么形容呢 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怎么形容呢 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 你们乐什么呀 我姥姥说了 我笑起来很好看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不是你真的怎么说话 听你这意思 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看你这情况 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对呀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我姥姥对我爸说了 你去吧 咱俩一样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 我姥姥就冲我爸说 去你的吧 这不一样啊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 我姥姥跑过来就说 忽了忽了 马儿 下不着 一样一样 小时候我一摔倒 我姥姥跑过来就说 孙子你瞎呀 我姥姥冲着石头 大石头 大石头 咚咚咚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 大屁股 大屁股 啪啪啪 咚咚啪 咚咚啪 咚啪 咚啪 咚咚啪 咚咚啪 咚啪啪 咚啪啪啪 咚啪啪 后来石头碎了 后来屁股废了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 你不愿他 我姥姥想让我长记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 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那你是得长点记忆 那会儿不小嘛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我姥姥就吓唬我 吓唬我 你不吃药啊 大马猴给你带走 那太没有创意了 小时候不吃药 我姥姥骗我 怎么骗的 大老虎怎么叫啊 走你 声艳呀 后来我就聪明了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我也学贼了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 我就 给护食了 我姥姥一生气 啪啪啪 我一哭 走你 又来一片 小的时候 我姥姥老跟我说 饭要少吃 是要多吃 我就这样了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 多吃 吃饱了 我不想家 我也 这样了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小的时候 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我老说了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这叫规矩 对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 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大人没动筷子 小孩就不能动 这 也是规矩 终于一样了 上学那时候 我好像做什么事 在我老眼里都不断 上学那会儿 甭管我干什么 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我姥姥说了 在家吃亏 在外想敷 我姥姥说了 下雨天打孩子 闲点是闲着 那天 我换了一发型 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什么呀 泡轰的脑袋 雷劈的缝 穿好看的呀 驴粉袋表面光 穿素的呀 让想翘一身笑 光着 光屁股推磨 你是转圈丢人哪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 那可不如我姥姥 小时候在外头 和别的孩子打完架 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报仇 道歉 道歉你还那么横 我姥姥说了 就算失败 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你怂得很走心呀 我姥姥说了 这叫吃亏是福 那你福气不小 是啊 我福了 后来呀 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哎呦 再打你怎么办呀 跑啊 他追我跑 我跟他赛跑 结果呢 我输了 咱这儿开心的事 上学那时候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那个姥姥 我考了六十分 你姥姥得揍你 六十分 考得不错了 呼了呼了毛 吓不着 你呢 姥姥我也考了六十分 哎呦 六十分 你作弊了吧 啪啪啪啪 那个时候 班里头流行买臂笔机 啊臂笔机 我说那个 姥姥 姥姥给我钱 我要买一个臂笔机 你老是说 没钱 你说 明明有钱 你老是说 明明有钱 你找明明要去呀 嗯 你怎么这么梦啊 我记得小时候 我姥姥过生日 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呀 我就不说 有骨气 哼 你妈说什么 你就不说 那是她不孝顺 你得说呀 小超 嗯 说了有红包 是啊 我就说了 我是老太太 我祝您呐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南 北秋北 北海有墓碑 你老了呢 怕怕怕怕 考商大学离开家 我姥姥怕我想家 给我唱一首歌谣 拉大句扯大句 姥姥家唱大戏 对 考商大学要走那天 我姥姥也特别伤感 临出门啊 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 上车饺子 下车面 孩儿啊 吃 吃饱了 好上路 哦 哦 哦 在站台上 我姥姥拉着我的手 郁郁众心肠地说 嗯 孩儿啊 穷家妇孺 哎 没钱呀 找姥姥 哦 后来没钱 我找姥姥去了 你姥姥呢 我姥姥啊 给我讲 没钱的日子 怎么过 哎呀 我姥姥每次 给完钱 她给我讲哲学 行而上学 不行别上 过年回家 我跟我姥姥说 姥姥 我要做一个暖男 你姥姥支持什么 别废话 先把秋裤穿上 哎 过年回家 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 在外上学呀 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你怎么说 您放心吧 我从来就不学习 你姥姥呢 是这 说实话了吧 啪啪啪啪 我是越来越大 我姥姥越来越老 我是越来越成熟 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我姥姥耳朵不好 却越来越爱唠叨 我姥姥行动不变 知道的特别心潮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我说姥姥 我要回去工作 你姥姥说 对 便宜没好货 听不清了 我说姥姥 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你姥姥说 是 上了春晚 别嘚瑟 没嘚瑟 我说姥姥 我现在赚钱多 你老是说 啊 啊 王家呢 哎 哎 这句咱们听见了 这一阵一阵的 好嘛 每次爱情不顺利 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 小小字 坐门堆 哭着喊着要媳妇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 屁股上总能感到 啪啪啪啪 每次工作不顺利 想起姥姥的歌谣 哎呦 糊了糊了马儿 下不着 工作不顺利 屁股上也感觉到 啪啪啪啪 遇到挫折 耳边传来的事 哼 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遇到挫折 屁股上也感觉到 啪啪啪啪 每次想 想姥姥姥我就唱起歌谣 拉大句扯大句 姥姥家唱大戏 每次想姥姥啊 我就玩命的吃 因为我姥姥说了 吃饱了 不想家 姥姥的话 唠叨 但那是家风 姥姥的话呀 操 但那是家教 小超 我有的时候 想让我姥姥 再给我唠叨唠叨 好啊 但是 很多事 她都忘了 小潘 我有时候 故意气我姥姥 就想让她再打我两枪 可她呀 打不动了 我不记得姥姥 跟我说了多少话 记得的呀 永远是姥姥那份 最质朴的牵挂呀 你说什么才是 姥姥说过的话 姥姥说的话 就是你小时候 不愿意听 长大了 想听 却再也听不到的 那些话 观众朋友们 过年好 好 欢迎大家参加 大型相亲栏目 真情永住 刚才最后出场的男嘉宾 陈公谦 主要就是汉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她厉害 她是上市公司CEO 哦 上绅士和护士啊 菜市 菜市 啊 卖菜都不上菜市 上哪啊 那这条件 您是做什么的呀 她比我厉害多了 她手底下管着 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 七八个CEO 好几百个白脸 她是群主 二位针锋相对 但是从他们的言语间 已经摩擦出了爱情的火焰 爱情火焰在哪呢 主持人们 这时候该要掌声了 鼓掌 好 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 将来如果组成家庭 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主持人 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 有钱不一定幸福 没钱肯定不幸福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 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 没钱有没钱的过法 没钱的时候 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笨头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真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 有些人嘴上说不喜欢钱 心里比谁都喜欢钱 天天跟我说 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 带着谁去旅游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倒是你 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 你带我去了吗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对 他带我旅游了 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那不也算旅游吗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怎么没消费呀 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你上高速了吗 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那加油不掏钱吗 你 等会儿等会儿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原来是连口子吧 你才看出来呀 傻子终于开窍了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 过去只有真婚功能 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 再婚栏目 你们原来是两口子 如果重新组成家庭 应该叫什么婚呢 进行结婚 二位关系特殊 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 两位请上台 观众朋友们 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重游 叫看你们的了 你们的掌声 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 郑小姐 分开以后 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她呀 谁想她呀 我来参加你们节目 是想证明我自己 离开她以后 我真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拉倒吧 就你还风光无限 八七了都没人选你 我是怕你崩漏 我来接盘来了 不用你接呀 当初嫁给你 我那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 你要是插在化肥上 没准还转基因了呢 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 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 你多忙啊 我忙是为了啥呀 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 你挣多少是够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 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 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 姐妹们说对不对 不是 谁不想陪你们呀 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 做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男同胞们 你们说对不对 那别人怎么做得那么好啊 等会儿 别人 这里边有故事啊 别人是谁 我们家邻居老王大哥 我跟你说 你少跟我提他 我告诉你 我倒霉我倒霉在他身上 你得把他说清楚 我们隔壁住着个老王大哥 那会儿我们刚到北京 我也没那么忙 我天天在家陪着他 他就跟我说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 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 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 行 我跟老王学吧 完了又跟我说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 人家天天在外边挣钱 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 那我跟老王学吧 我就出去挣钱 时间长了 他又跟我说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 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 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 我就纳闷了 隔壁老王的高度 怎么就这么难攀登呢 你就是跟人家隔壁老王 你就是跟人没法比 跟老王开车上下班还能开顺风车挣点钱呢 你怎么就不行啊 我也想开顺风车 我开得了吗 我那是卡车 我进得了五环吗 我 你先别激动 你说 你最受不了他们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女人的猜疑 为什么 因为他们猜得太准 他瞎猜 主持人你让我下来 那下来下来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 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怎么实验了 有一天 我喝多了我回家 他把我扶上床 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多幸福啊 幸福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 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小孙 你最爱的女人是真倩倩吗 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 你说这时候 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 我还活得了吗 再说了 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 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 董卿 你认识他吗 认识 我们俩邻居 你看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 他怎么怀疑你了 他那个时候上班房进菜 晚上要是不回来 夜里三点准给我打电话 喂 你在哪呢 我说我在家呢 你在家干嘛呢 我说我在家睡觉呢 你睡觉咱还接电话呢 你看他这贱样 那咱俩视频呢 我说太晚了 是什么频啊 他说我想你了 多好啊 好什么好啊 他根本不看我 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 照完里屋照外屋 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 我问他 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 他说他想家了 不是 不是我那么做 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那我那么做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大姐 你边上去 大哥 梳头去 我告诉你 你那么有我 我受不了 你这么有我 我也受不了 咋名了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持人啊 受不了 我问你 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干什么 他都说我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真不行 我行 不瞒你说 我现在干网上干得特别happy 我一个手机建了六个群 我有三千多客户呢 多能干啊 能干什么呀 天天拿这个手机看 那眼睛还要不要了 那天出门大老远派那隔壁老王一家人 老远跟人打招呼 哎呀 老王大哥 哎呀妈呀 这是新买了个脏袄吧 当时人家老王就急眼了 什么眼神啊 那是你大嫂穿个貂皮大衣 蹲那儿鸡鞋带呢 不是 生活中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 你问问 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有手机 你看 照这种发展速度 将来每个人身上都得刻一个二维码 再见面的时候啊 根本不用自我介绍 拿手机轻轻一扫 这个人叫什么呀 干什么的 爱过谁 恨过谁 心里还牵挂着谁 一目了然 对 就这么发展下去 以后小孩一出生 屁股上面长得不是胎记 是二维码 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亲爹是谁 说正事 好 他卖的是妇女用品吧 他手机里面加那么多男的干什么 妇女用品是妇女用 刷卡买单的不都是你们男人吗 丈夫 丈夫 反过来就是妇账 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 哎呀 二位 你们无论智商情商都是天生一对 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 你问他 因为孩子 我们俩结婚八年 一直没怀上孩子 可是他们老孙家 还祖祖辈辈是单传 那么巧 祖祖辈辈都单传 什么的 我们老孙家 打孙悟空那会儿就只隔一个 你听说过他有弟弟吗 知道他小名叫什么吗 叫什么 他叫孙义根 所以他们全家都特别着急 最逗的是 结婚第二天早晨一睁眼 他就问我 哎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你也太着急了 后来我发现这事着急不好使 我跟你说主持人 去年冬天 他终于怀孕了 当时把我激动的 我心里想我孙一根 终于有根了 连孩子的小名 我都已经想好了 叫什么 叫孙一串 好 我跟他说 我说串他妈呀 你啥事也不干了 在家里面好好保胎 外边有我呢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到南方进了个菜 回来之后 我们家串就没了 当时把我难受 我这种难受的心情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这么难受的心情 你个主持人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 这么难受的心情 你都不理解 你什么主持人呢 那我到底理解不理解啊 你爱理解不理解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问他 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是不小心 什么叫不小心呢 我看出来了 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 那有时候你上南方进菜 回来之后你累得近 我倒头就睡 那一车菜是我一个人卸的 我当时就觉得肚子不舒服 你当时不舒服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怎么说呀 第二天你还跑长途 我要是告诉你了 你开车能安全吗 结果你走的第二天 孩子就没了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吗 咱还可以再要啊 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你知道什么呀 我当时躺在医院里 医生怎么跟我说的 你知道吗 医生告诉我了 医生说你这辈子 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你们老孙年祖祖辈辈是单传 要是在我这儿 给你们家娶了根 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 与其跟你说了 让你把我蹬了 还不如我主动出气 我先把你给拽了呢 你这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 咱俩都离了 你不说谁知道啊 你这事 你说了都离吗 你这事你 该你了 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 你什么种之人呢你呀 好 我问你一句 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老婆重要 她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 我也不能跟她分手 这些日子我心里边想的就是你 我想着我在外边看活累了 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 我想着天冷了 你怕我冻着 你给我软被握 我想着我犯了错误 你让我跪遥控器不许换台 跪方便面不许吊渣 多么浪漫的画面 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 不就是为了过着好日子吗 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 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那 你心里还有我吗 没有你 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你别说话行不 跟我回家吧 你还爱我吗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祝他们有情人松城眷属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问问你 你选择跟我在一起 你不会后悔吧 我不后悔 你是我选的我活该 孩子的事啊 不要有任何负担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你们可以做一个试管婴儿 试管 那得花多少钱呢 什么钱不钱的 大不了多卖两车菜 不就全有了吗 明年啊 还得了参加我们的节目 争取带一个小宝宝来 什么叫争取呀 那是必须的 这主持人真不会说话 至少有问题 再说了 什么叫一个呀 就咱们这身体 要就要两个 双卡双蛋 一定是特别的人吧 为什么呢 没出这只肥龙板 你这脸哪 打败你的不是天人 是无需 公主动力 战斗自己动力 你这一种 一点墨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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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阿姨 蔡阿姨 哎呀蔡阿姨 院长 我正练舞蹈呢 哎呀您先别练了 咱今晚面出大事了 怎么了 有一个老头啊 失忆了 嗨 多大点事啊 我年轻的时候 很多男人见着我都是忆 关键是这老头啊 记着自己有老伴 但是望自己老伴长什么模样了 找不到老伴他就不吃饭 三天了 喂他什么他都不吃 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嘛 吃我呀 不是 我想请您啊 去假装他老伴 劝他吃饭 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 干嘛非得我去啊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有三个特点呢 你看啊 温柔贤惠 张大妈去 身体健壮 李大妈去 关键是特别漂亮 扶起来 您同意了 没办法 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哎 来了来了 你好 请问 你是我老伴吗 不是啊 你失忆了吧 快坐快坐 你好 请问 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啊 呃 你 潘叔 潘叔 慢点慢点慢点 干啥呀 潘叔 您先稍等啊 您稍等 蔡阿姨 您看 就是她 扶我回去 为什么呀 就她 当我老伴 当我街坊 我都得搬家 蔡阿姨 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好吧好吧 潘叔 您看 这是谁 你好 我是你的老伴 你可拉倒吧 你不是我老伴 我老伴比你漂亮多了 这不是失忆 这是疯了 再见 蔡阿姨 她失忆了 您别往心里去 还比我漂亮 就她那模样 还能娶个媳妇 娶个快递人 都不一定给她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 我这模样咋了 当年人称 东北小肺祥 不像吗 像一半 哪一半 祥 你 院长 她说什么意思 好尴尬呀 蔡阿姨 咱们继续吧 她没救了 哎呀您在试 您还没尽力呢 好吧好吧 给我 吃一口吧 不吃 我尽力了 哎呀 蔡阿姨 你稍等啊 潘叔 人都说是您老伴 怎么还不吃啊 不对 有瞎吃 啊 既然你说她是我老伴 我就考考她 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 我都记我这小本事了 哦 蔡阿姨 有希望啊 希望也是渺茫的 哎呀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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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在干嘛 铲驴糞 盗墓 啊啊啊啊 挖出一头驴 哎呀 啊啊啊啊啊啊 又给活埋了 哎呀 怎么猜着那么血腥呢 总不会是铲驴糞吧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糞 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 请问 为什么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 她说对了 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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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 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我救了你 对 你娶了我 没错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院长 这绝对不是我老伴 说话太气人了 哎呀 哎呀 我是咋的哎呀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 再不吃饭出人命了 哎呀 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好好好 潘叔您换一道啊 就你们两个人之道题 比方说 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对 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哦 当时是你们家 你们家还不同意 哎呀 是他妈妈不同意 当时啊 是这样事儿的 哎呀 你喜欢她什么呢 呵呵 长得好看 啊 长得好看呢 那姑娘啊 你喜欢她什么呢 啊 长得好看 蔡阿姨你在干嘛呀 说瞎话是要糟雷批的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你快点吧 好好好 啊 儿啊 啊 长眼道 丑妻才是家中宝 长成这样的肯定跑 找媳妇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妈 我也想啊 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潘叔咱不情景在线呢嘛 后来呢 我妈不同意 咦 咱俩私奔吧 好吧 咦 咱俩分头私奔吧 站住 院长私奔在分头的吗 呃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 哎 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 老伴来送你 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 您假装出门 好好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我得送她 对对对 糟你 哎呀 潘叔没事吧 蔡阿姨 温柔一点 结婚第二天 嗯 结婚第二天 对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哎呦我去 长得挺浪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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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股烟味 哎呀你谁呀 哎呀妈也过来送送你 好了好了好了 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不是 拥抱 只要让人不能代替 快说快说 拥抱啊 过去了过去了 咱们换一道题 换一道题 行 那我再考考它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咱俩第一次 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 那得长成什么样 妈妈 对 就这样吗 老公长得这么小 儿子长得这么老 让我失忆好不好 妈妈 我这是生了个沸沸吗 妈妈 我不想去幼儿园 儿子 你三岁了 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 幼儿园 妈妈 我怕他们欺负我 儿子 不要害怕 向爸爸学习 要学会用智慧 对 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他出去放牛 怕牛丢了 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我把牵牛那绳 直接绑我腰上了 那后来呢 后来 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就是这么个事 您怎么知道的 我哪知道我 我就痛快痛快嘴 他好混 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相信了 吃饭去吧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为什么呀 你不是我老伴吗 古人云 老伴归老伴 别老在一块 院长 解释一下 这是哪个古人 瞎云的 您那上等我问问 蔡阿姨 这回我真的尽力 蔡阿姨 咱进老院连续 三年的最佳进老院了 潘叔要饿坏了 咱们的荣誉 就让给对面进老院了 那 让他搬到对面 霍霍他们去 不行 他就是从对面帮过来的 妈妈 好好好 我不吃饭 潘叔 他跟您开玩笑的 他就是您老伴 不对 有瑕疵 我再考考他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八八年 我在葫芦岛 为什么嚎唐大哭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 让葫芦娃给揍了 八八年 我下海经商 看别人捣的热带鱼 挣大钱 于是我倾家荡产 进了一大批热带鱼 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 我怕我那热带鱼 冻死了 我就整了半冬开水 哗到鱼缸里了 那鱼高兴的 上窜下跳的 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 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你那鱼不是死了 是熟了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钱没了 人还在呀 下回争取啊 钱还在 人没了 不对吧 媳妇啊 我现在身 身无分文了 是个穷钢蛋了 咱俩离婚吧 那个现在我 就是个窝囊废人 别这么说 你原来也是 给你 这是咱们家 最值钱的东西 你拿着吧 不行 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送给你的礼物 不能要 拿着 不行 这是你的东西 什么你的 我的 连你都是我的 心若在 愚就在 大不了 从头再来 对了 对了 八八年 你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老伴啊 你终于想起来了 太不容易了 我好激怒 你干什么呀你 我有老伴 对 就是我 咱俩才认识五分钟 我跟我老伴 都生活五十年了 想当年 他们家不同意 我们结婚 他拉着我就私奔 我们跑到火车站 才发现 买的是船票 这是我老伴 结婚第二天 他就要出远门了 怕我一个人在家 不安全 给我弄了 那么大一条狼狗 趴在门口 得 坏人是进不来了 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 这是我老伴 我生完儿子以后 需要补身体 他就用大棉袄 换了红糖 大冬天呢 光着膀子跑回家 那糖 是冰凉的 可我这心 是滚烫的 这是我老伴 八八年 他做生意失败以后 我们俩就出去摆摊 有个坏人要欺负我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拿起头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 坏人 假跑了 可他的胳膊上 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 这是我 老伴 当你老伴 没错 老伴 失忆的不是我 是你 你都失忆一年了 对 从那次意外到今天 已经整整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 潘叔想尽各种办法 帮助您恢复记忆 可是一提 潘叔是您老伴 你马上就混过去 大夫说这几天 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 于是我跟院长 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来刺激你的回忆 院长啊 没想到今天 还真成功了 要是我今天 还想不起来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一天想不起来 我陪你一天 你一辈子想不起来 我陪你一辈子 我 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 你饿死了 我欺负谁去了 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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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想起来 真是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是啊 是 是 你谁啊 这位是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儿子 坏了坏了 又乱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只要他想起来 我是他老伴 这就行了 好好好 老伴啊 老伴 老伴 喊什么呀 我又没聋 你爸太黏人了 老伴啊 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 院长没少帮忙啊 是啊 儿子 咱们谢谢院长去 咱们谢谢院长去 哎 哈哈 潘儒 好尴尬啊 哎哎哎 继续配合 哎好 妈妈 哎 爸爸 哎 走 咱们一起去 谢谢院长 哈哈哈 爹 啊 哼 安 啊 哎 什么呢 哈哈哈 哎 就是 ヽ ノ 打败你的不是天人 是无许 攻击动力 战斗 手μα 你必 一种 技巧莫 就要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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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各民族兄弟 就像石榴子一样 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说得对吗 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 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他倒是亲兄弟 他得明算账 但是很多事 他都忘了 小潘 我有时候 故意气我姥姥 就想他再打我两下 可他呀 打不动了 这位是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儿子 坏了坏了 又乱了 没关系 慢慢来 只要他想起来了 我是他老伴 这就行了